制作香煎棒棒膜需要的原料是玉米面 面粉 南瓜 以及酵母 今天咱用的这个面是两种面来配比的 这个是白面 这边这个黄颜色的呢 它是玉米面 有的时候觉得这也算是粗粮细做了算不算 算 也算 而且也是粗细搭配 这个比例怎么来掌握呢 一般就是一间白面放二粮粗粮 就是您的意思是说粗粮在里面 只是点缀颜色用的 那二粮的比例跟它比例就是5比1的比例了 白面要多一点 对 我觉得因为我们讲究这个吃粗粮虽然要好 但是呢 也要循序渐进 所以一开始吃粗粮的人呢 粗粮的加的量不要太多 不要太多 而这边我们要加一些南瓜绒下去 这个南瓜绒是我们蒸好了之后的 是吧 蒸好了 诶 蒸好了之后呢 我们怎么保证它蒸完之后的时候 不至于说出太多水分 一般用微波炉 微波炉直接蒸 然后呢 直接用勺子把皮挖下去 对对对 就成了 但我觉得您今天放这么多糖 会不会有点偏甜呢 这个膜 这个糖不多 不多 一斤面粉一般放一两次 其实我 蒸蒸有点甜度 我倒觉得做这个膜呢 你要是放太多的糖 可能你吃咱们北方人觉得不太下菜 就觉得这好像是一个甜品 不像南方人是吧 你超过如果打到二两的话就能够吃出来一两吃不出来 一两没问题 对 是吧 好 那咱这时候呢再加适量的这个南瓜绒和糖之后加点水 这是凉水就成了 凉水 加了酵母 加酵母咱还要在这边再发酵一下 对对 好 这么说的话这个水其实我们用的量呢 大家就跟着感觉走了 行呗 对 那酵母用多少 酵母一般一斤面用五克左右 五克左右算多的了 一斤面五克左右的酵母 今天我们做的这个啊 属于是粗粮细做 用了很多的玉米面同时呢 然后也加了一些这个南瓜绒 包括呢加了一些酵母让它发酵 那今天就要录到这主题上来讲 这个粗粮粗粗粮现在人越来越重 老师也告诉我们说 应该循序渐进 循序渐进 那为什么要多吃粗粮现在人 因为粗粮对身体有益处啊 比如说咱们今天用的这个玉米面 那玉米面当中呢 就含有丰富的这种维生素液 还有这压油酸 它可以很好的降体人体的胆固醇 可以预防一些动脉硬化的发生 而且呢它玉米面还含有丰富的钙质和铁质 也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血管 预防高血压心脏病的发生 并且呢我们现在发现呢 玉米面当中还有 其实这个棒让我想到 潮影族的那种用的那种棒子 对 就是就是洗衣服杂的那种棒子 对对对对 而且我们在无形当中 看不到这个南瓜的影子 但是加的 但是加这个南瓜非常的棒 因为这个南瓜当中呢 富含着各种的维生素 还有很重要的是果胶 那果胶呢 您今天加了酵母之后 您没有开始给它准备发酵 发酵一下 做好了 然后再发酵 您那次是说把它直接放在 笼屉里面直接发酵就行 对发好了这样 那要发多久呢 大概 大约一般在20分钟左右 20分钟 那好 那我们一般选择这个环境 选择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不要太干燥 打有点湿度就可以 有点湿度 然后我们给它密封起来就行 对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 刘姐 你看刚才呢 王女儿说你这道 香肩棒棒棒 好了 现在呢 只需要蒸10分钟 我们这道棒棒棒棒呢 就可以说出加工结束了 接下来我们要提现香煎的色彩 就需要给它煎出一个脆皮来 来 赶快 刘姐 我们这时候呢 就给它从锅中取出来 哎呦 真漂亮 我说信任何 这时候啊 我在家里面如果自己做 肯定会 开始吃起来 对 这已经很好了 刚出过的这种面食会特别的香甜 对 一起帮刘姐把它 取出来 好 一条一条的 别烫到您 你看看 多么多么的炫软 我倒觉得很想尝一尝 嗯 很好吃 有大饼子的味道 嗯 这小饼子 但是会更细一些 因为面粉的比例更多一点 就是能吃到玉米的那种纯香味 留着一块的时候 再品尝它 我这边都需要刘姐来 给她煎一煎 是不是 嗯 好 这时候咱煎它的时候 是不是要保证你底下煎出那种 疙瘩 就那种 对 生煎包之类的那种底部的感觉 嗯 好 来点油 油需要很多吗 不需要很多 刘姐这个我们在煎它的时候是热油下还是说已经挺低的油温 热油煎 就是说温度高的时候下 对 因为它是已经蒸熟的 嗯 热的 可是你的底部是火很小很小的 嗯 底部很小的火 然后来煎它 就行 对对对 那我倒觉得就是你这方法煎一个馒头也行这样子 是不是 可以啊 煎一个普通的馒头也会出来脆皮 对 我有的时候看它们做那种双花的饺子 嗯 它也是这么煎 然后它会淋一层那个是糯米汁是不是 还是淀粉汁 嗯 应该是生粉汁 生粉汁 这边我们煎怎么便宜已经煎得刚刚好呢 嗯 它的金黄色 金黄色 嗯 就行了 嗯 我们这个可以了 好 你看看 来来来 给大家看一眼 我们这边煎的底部呢 有这样一个小小的脆脆的皮 而且颜色已经变成这种金黄色 当然如果说你呢 没有发现即使的话 可能从金黄色会变成黑色 因为煎糊了 是不是 对 来给它摆好 这样所有的棒棒膜都煎至金黄 就可以品尝了 哎 每人一个尝一尝 好好吃啊 那个脆皮煎的感觉 其实是有点